这几天不断有艺文团体进到了立法院议场为学生们加油打气 《灭火器乐团》的主唱杨大正为这次的学运写了一首歌 并来到了议场录制MV 杨大正说这是一场属于所有参与学运人的歌 想跟大家一起来完成 也展示了独立乐团的感言的可贵 来自高雄的《灭火器乐团》在反复冒的第十个夜晚 来到立法院议场录制MV 今天是第几天我已经忘记了 可是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这一次的活动中 都有所改变 大家都变成更勇敢的人 希望这首歌就是 它不只是我的一个创作 这首歌送给大家 是真的属于大家的歌 《灭火器乐团》常在歌词里反应时事 反省时代 立顶《太阳花时运》的主唱杨大正 也在一场外面坐了好多天 还录制影片鼓励学生站出来 那我们里面就分成八队的纠察 守住八个门 那但是压力非常的大 压力非常的大 然后其实起方每次都是会攻一两个门这样子 那攻到第三度东间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可能会有点撑 杨大正说自己写歌很慢 但只花了两天就完成这首歌 要送给不分众业坚守在这里的同学们 12点多 警察开始镇压 我没有看过这样的情形 我也不敢想象 我的伙伴是在什么样的恐惧之下 慢慢的天渐渐的亮了 我想象着大家的心情 于是我就写下了《岛屿天光》这首歌 在欣赏同学的合唱声中 歌的最终版本完成 敢于发声的独立夜团 引用歌声温暖的立月夜晚 新档的电视 如今常明 台湾台湾台湾到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